警方追查捷运血案 昨天深夜十一点约谈的 正性邪犯的国中同学 因为根据的通联记录显示 这个理性的国中同学 在事发当天 不但跟这个嫌犯有通话的记录 而且两个人在下午的两点钟 还一起在素食店用餐聊天 聊了两个小时 而到案之后 这名理性男子表示 他的确是听过正性嫌犯 讲了很多次的杀人计划 但是没想到 他真的会去犯案 正性嫌犯称惨走出素食店 半小时后 就发生捷运砍员惨案 关键的是犯案前这一餐 正嫌选择跟国中好友餐序 言语中早已透露餐员计划 当时两人就相约在板桥 这间素食店用餐 用餐中正性嫌犯 不断提起他就要动手了 不过外界局势 这名国中同学明明知情 为何没有阻止 没有报警 用餐结束前 正嫌说他要先培养情绪 晚点就要动手了 好友却不知道 他说的是真是假 案发后 理性好友遭警方约谈 他说早就听正嫌说了好久 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而且从高中就开始讲了 不是是那个人吧 没有 我不知道 没有听过 循述诸斯马基 找到理性同学就读学校 没人对他有印象 只是两人关系有多好 他还掌握到正嫌多少讯息 都是警方抽丝剥茧的 重要关键人物 记得简正峰 阿贵亚麦出关展 桃园台北 西方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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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